中環佔領地區今天早上會全面清場 警方消息說今天會出動7000警力清場 目標是一日之內完成 先跟大會堂對開閃情風談談 Alex,你那裏屬於禁制令的範圍 見到你這裏好像還有一些路障 還有沒有佔領人士留守嗎 暫時今早都未見到佔領人士留守 現在確實位置就是中環大會堂對出的 江陸道中東行線 其實在這個路中心繼續有障礙物 包括鐵馬鎮、垃圾桶和等級的雜物 還未被清除 他了解周達主任 接下來九點就會來到現場 首先會清除在大會堂對出的障礙物 無論是東行線或西行線的障礙物 都會先拆除 預計整個清除障礙物的行動 到十點多時就會結束 之後 據了解警方再給半小時時間 在其他佔領區的人士讓他們離開 如果不離開的話 警方就會在半小時之後 就會採取這個行動 清除了整個金鐘所有的佔領區 今早來到這個金鐘看過 其實不少的佔領者都已經離開了 不過仍然大概有八多人留守著 分別在帳幕裏面睡覺或其他人拍照 留念 見到金鐘除了是帳號物之外 不少是之前佔領者擺過的藝術品 或者一些橫額繼續存在著 不少人都趁有機會在清場之前拍照 留念 暫時氣氛都尚算是平靜的 謝謝Alice麻煩你幫你繼續留意 接著我們馬上看看金鐘的現場情況 這裏就是對開的一段光落道中 是不屬於禁制令的範圍的 但警方表明這裏都會清場 見到現場有不少的佔領人士已經起了身 現場仍然有大量的帳篷 在天橋上面也有一些橫額和直翻 正如剛才記者所說 而警方的消息就說 如果一切順利 預計今天早上大約10點半 會完成清理禁制令範圍 之後就會全面清場 會先給佔領人士半個小時執夜離開 限期過後會封鎖佔領地區 想離開的人要根據警方指示的路線行 並且要留下個人資料 如果堅持留守可能會被捕 清場前夕 昨晚有大批市民去到佔領地區 部分人說會留守到最後一刻 詳情由黃曉瑩報導 占領行動來到第74晚 很可能是最後一晚 10月初金鐘占領區 迫滿人的情景重現 人海之中總會找到 象徵整場運動的黃色 海洋爭海津 一群學生將多隻紙飛機 訂入正種冬疫前的空地 每隻都載著他們的訴求 不要以為我們退場 是代表我們認輸 其實我們這一個退場 只不過是想保存實力 可以讓我們走到更加遠的路 梁振英 689 告訴你們 We will be back 紅豆中 撐金鐘 天地開花撐落去 入鑼鑼灣的佔領人士 也來到聲援 有人表明勢必歸來 各種訴求鋪滿多個角落 幾乎每天放學後來到這裏的他都很感觸 不禁 沒有理由就這樣走去 雖然說有讚有聚 我相信將來我們都會出發 佔領區這晚的人流 明顯比以往好多的晚上都多很多 沿途不斷有人拍照留念 我們巡視過這裏的部分地方 很多人都已經是收拾了帳幕裏面的私人物品 留下一些空的帳幕在這裏 今晚也可能是他們最後一次站在這裏上發現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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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聯和學文思潮表明會留守到最後一刻 包括周永康等核心成員 會和佔領者聚集在禁制令範圍外的最前方 即是解放軍軍營外面 強調警方清場的時候 會確守和平非暴力的原則 呼籲佔領人士不要向警方投襲物品 目的不是以被捕為主 我們選擇留守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展現 我們既然當初是選擇公民抗命 是公民不合作 就不合作到底 就是告訴這個政府 你期望清場 但是你其實是清不走 你留下的一堆又一堆的爛攤子 泛民立法議員也計劃通宵留守 清場的時候 會和商學守在同一個位置 和在龍和道和紅十字會附近 我們會願意被拘捕 我們願意完成一個公民抗命的責任 但是我們被拘捕不代表的運動員 這個波蘭狂風的民主運動 是不會停下來 撐到底 撐到底 我要真保存 泛民估計清場的時候 可能有大批人士被捕 所以有五十個律師和大律師團隊 提供法律運作 有線理自己就在黃希瑩報道 在凌晨五點幾 有人在海庫中心對出的馬路灑閃粉 引來部分人的不滿 雙方一度口角 其後有人幫手清理 今年較早前 亦都有人在自修室區域 用鐵馬和炭透露燒野食 連日來 市民在通去政府總部的樓梯 的心意願望 亦都逐一被拆下來 早前表明會議沒有制報的組織 學生前線經多方回談之後 昨晚宣佈改變策略 呼籲所有前線人員 不要作出無謂的犧牲 可以選擇離場 或者到各區振興消費